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大选结束后迎来第一次中常会 面对近期党内出现要他为总统败选请辞的声音 朱立伦说这是他从政以来复选最辛苦的一次 未来不会辞职会忍辱负重继续担任主席到任期结束 不过党中央也坦言这回半选的关键就在南部 以及年轻选票拿的不够多 未来会在思考如何加速国民党年轻化 来争取更多青年选票 朱立伦下台 高举看板大喊朱立伦下台 败选后蓝军支持者们可没给党主席好过 这种党主席我们要他干什么 群众情绪激动甚至还一度差点冲进党部 不过喊得再怎么大声 党主席朱立伦早已下定决心 这一次担任党主席 这是我从政二十几年来最辛苦的任务 我可以一走两只 但是我听到更大的声音 要求我要坚定地留下来 我会继续忍辱负重 改革培育我们更多的人才 主席继续当直到任期结束 更坦言现在首要目标是力远开议 全新国会党团必须及时上请发条就定位 至于败选检讨 党人认为虽然这次选战方针正确 不过南部以及年轻选民对来因普遍反感 是落败关键 我们在南部四个县市大概输了七十多万 我们一定要更持续地来深耕 年轻的选票 我想我们也必须很坦白地说 还有一些很努力的空间 国民党领导班底不换将 2024败选后先翻下一页 力拼国会新局院长宝座 谢谢三文张人杰台北赛我们的